对于亚洲蹲或全蹲 你是否觉得非常困难 认为它是一项大挑战呢 这里说明一下 这个动作有很多名称 有些人说是亚洲蹲 是印度蹲 全蹲 深蹲 各种的名称都有 但是在这影片呢 我将称它为亚洲蹲或者全蹲 那你就知道是这个动作咯 嗨你好我是Gladys 我的频道有运动训练 舒缓疼痛以及强化膝盖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主题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这支影片适合可以弯曲膝盖 但是无法完整亚洲蹲的朋友 今天使用的方式是 将脚跟踮起来 好让我们的膝盖可以朝前更多 那也就是我们的膝盖超过脚尖 这样子允许我们可以蹲得更深 所需要的器材有大约三公分的杠片 你可以使用杠片 木条 木板 书本 哑铃 都可以只要是大约三公分的高度 这个器材是让我们的脚跟踩在上方的 另外你需要一个重量拿在手中 我会用大约五到十公斤的重量拿在手中 我将分享四个可以进阶的方式 从无法蹲到很深 慢慢的进阶越蹲越深 第一阶来检查你的器材是否准备好 三公分高度的木条 杠片或者是哑铃 然后这个是手上要拿的重量 我的好像有六到七公斤的重量 但是你可以不要拿那么重 拿个三公斤就很足够 但是不要拿太轻 太轻的话对于你身体的平衡效益不大 另外也不要过重 我刚才好像有说十公斤对不对 不要拿十公斤那个太重了 大概五公斤是刚刚好 那十公斤的话太重 你很难去focus在你的姿势 因为你说好重好重 很难去focus在你的姿势 所以大约五三到五公斤是刚好的 OK好我们站上来 注意站的部位就只有脚跟很小的部位 脚跟踩在上面就好 在我们做蹲的姿势之前先了解一下 每个人的髋关节构造都不一样 那有些人髋关节他只要窄的宽度 什么是窄就是大约他的臀部的宽度 他就可以蹲比较深 那有些人在这边就卡住了 他需要一些协助 也许他的髋关节需要站宽一点点 他才能够蹲的比较深 每个人的构造不一样 没有好或坏 你只是需要去找一下适合你 并且可以让你蹲的舒服的位置 去找一下哪一个宽度适合你 找到了之后 就拿起你的重量 我站侧边让你看哦 因为是第一阶 所以大家蹲的角度可能没有办法很深 当你踩在地板的时候 可能只有这样然后蹲不下去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踩在三公分的高度上蹲下来 那在这里 你需要把你的膝盖推向前多一点点 OK 膝盖往前推 让你的臀部可以靠近小腿 甚至整个贴下去 如果还不能完整的贴到 也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停留在第一阶 使用重量 重量靠近身体 你可以用你的膝盖 手肘放在大腿上 这里避免驼背 请肚子收紧 并且把你的身体往上延伸 做一个小小的翘臀的动作 你的屁股 臀部往后推 停留在这里 如果你用的是轻的重量 你可以把手往外延伸 可以帮助你平衡 但因为我用的重量比较重 所以我靠近身体 我就能够感受到了平衡 OK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阶段 那这个动作要做多久 才能进阶下一个呢 你可以在家训练两到三次 一周两到三次 那你可以评估一下 你自己的身体 两周之后 好像已经习惯了 我想我可以再进阶 再挑战更深的蹲 那我们可以进入第二阶段 在我继续之前 我要特别感谢以下的朋友 给予的超级感谢捐赠 如果你想要支持我以及这个频道 欢迎点下超级感谢 或者点底下的连结哦 谢谢你的支持 让我有能力持续的制作更多的影片 来改善你的健康 第二阶段 我们将高度降低 这个高度跟刚刚的有减一半 同样需要重量 其实方法还是一样 我们只是把它降下来 那这一次调整一下 蹲的姿势 身体要挺直 轻的杠 轻的哑铃就往前延伸 重的就跟我一样 第三阶段 我们这一次再进阶 把高度拿掉 只剩下你的赤脚在地板 但是手还是要拿着重量 同样把背挺直 膝盖试着往前推一点点 停留在这边 让自己身体适应 几周之后 我们再进阶下一个 第四个阶段 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地板蹲 习惯了有重量帮助我们平衡 现在我们不用任何的重量 请启动你的核心要多一点 肚子内收 把背挺直 然后你可以将手放在前方 如果没问题 你也可以将手靠近身体 试一试这几个方式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阶 任何时候你觉得你需要退阶 可能从第三个阶段 你要退回去 踩个高度 是可以的 让自己身体习惯了之后 它可以进阶 你再往下一个阶段进行 若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 并且你想要支持我 以及这个频道 欢迎点下超级感谢 或者点底下的连结 谢谢你的支持 让我有能力制作更多的影片 如果你不想给予赞助金 也没有关系 欢迎订阅Gladys Fitlife 以及将这支影片 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也是支持Gladys Fitlife 非常棒的方式哦 我是Gladys 期待在下一次影片 与你见面 爱你 要下海之前 我们要捡一包垃圾 虽然这边的垃圾真的是太多了 但是我们也只能都做到这样子 不然我们整台车都会是垃圾袋 满满的垃圾 所以我们说好 每一次下去之前呢 都会拾一包垃圾 对不对 来 你的夹子准备好了吗 好 手套 手套也有了 我们开始咯 我们根本都不用去到太远的地方 因为停车的地方就有一堆垃圾了 好啊 你去这边有纸啊 那个玻璃超可怕 玻璃碎片 很多的烟地 搭垃圾 这种最多的烟烟地 可以拍远一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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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啊 快快快 快快 快好了快好了 加油 加油 你快帮忙一下小粿 加油 我们很快 就挤满了一包 然后小孩其实耐心很短 他一半的时候他就想要下水了 所以 我们就赶快 其实赶快也不难 因为真的很多垃圾 有时候我们在想说 这里又不是我们的家 我们为什么要去 吃这些垃圾 但是你想一想 台湾就是我们的家啊 啊地球又是我们的家 所以 保护好我们自己家的 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家门前的垃圾 但是我们的 整个国家 我们的 整个地球 都需要保护 好 完成好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 先做什么才能下水 擦防晒 才能下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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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